先来这个加油站加油加碗油再出发 这个轮南镇的中石油92号8块1毛6 反正价格都比我们四川的油价便宜 真的是缘分呀太巧了 刚刚我在这个地方加油的时候 遇到一个自驾油带队的男生 之前在新疆穷库时台的时候偶遇的 已经两年都没联系了 刚刚在这加油居然遇到他 他刚走我上完厕所回来 他跟我说给我放了几个阿克苏的苹果 还有咖啡在这车前面 真的是太有缘了 咖啡提升醒了 正宗阿克苏糖心苹果 冰糖心的 Hello大家好 我是苗苗 现在我正在自驾新疆 现在呢我是在轮台 今天我就要走塔里木沙漠公路 从这里出发去明峰 这个塔里木沙漠公路啊 它是北起轮台南至明峰 全长522公里啊 贯穿塔克拉玛干沙漠啊 这也是世界上最长的贯穿流动沙漠的等级公路啊 也是中国最早的沙漠公路啊 这条公路的路况非常好啊 全程都是柏油路铺装 在公路修建之后啊 为了维护这个公路啊 在路两边也种了很多防沙 固沙的植物 输输树呀 这些还做了草方格 所以路况是非常好的 这是一道彩门 也是塔里木沙漠公路 比较标志性的一道门 很多人来到这儿呢 都会在这里拍照打卡留念 旁边是塔里木沙漠公路的纪念碑 以及介绍 这周围这一片了都是搞石油开采看碳的 这个就是中石油 现在从这里到台湾 塔里镇的话大概是290多公里 车程大概是4个小时 反正今天目的到塔里 最晚明天再去逼逼逼逼 到仁南镇了 镇镇府所在地就是在这边 这里也挺繁华的 有很多宾馆饭店 因为来往的货车呀 还有一些自家油的车辆挺多的 到塔河大桥了 这下面又是塔里木河 现在秋天来了 这个河两边都是金灿灿的胡耀链 非常漂亮 而且我发现河里还有很多人钓鱼 不知道塔里木河的鱼多不多 味道是不是更好了 那么我不能够 我自己就你一个人对 上哪个旅游啊 我要去塔中 塔中啊 上路带一个呗 我抽上东西太多了 我就一个人我也上塔中 我就住在塔中了 三个人太急了 还有一个追回 我车上的东西太多了 到处都堆满了 你可以看一下 我知道 我一直请他们坐一个 不好意思 没事 你们是拉东西去哪里 没有出车 三个人有一个喝醉酒了 我嫌太吵了 太多了 我们住在塔中了 你们是住在塔中 你是本地人吗 对对本地的 你们这是拉什么呀 平时 没有我们就是从塔中下来 然后到轮台 我们快乐 家子快乐的 顺便上塔中 刚好吗 挺想着 空车也就是空车上去 主要车上东西堆太多了 不好意思 要是空车 我肯定就带你了 你从哪里游 从四川过来的 对 从四川开车来新疆的 有人开车不累吗 有啊 习惯了 还好 还是可以 这沙漠公路 现在虽然温度 现在这个季节还是挺晒的 对 这中午温度高 特别晒 到这边停车区休息一下 没吃午饭 然后吃个炙热米饭 吃这个 这包是方便米糕 这个地方就是会有点大 等个十来分钟就可以吃饭了 刚才那个大哥让我载他 其实不是我不愿意载他 是之前看很多人说 女生出门 尤其是一个人 一定要多注意安全 尤其是又在这个沙漠公路里边 我自己开车 不怕万一就怕万一吧 当然现在这个社会呢 还是好人多 遇到好人没啥 但是就是怕万一有个啥 就一次可能就不好了 这公路两边都有很多这个说说术 防沙固沙 这沙漠公路两侧全是面积非常大 再往那些沙漠深处走的话 就能看到草方阁 还有一些沙障 这些都是为了防止沙漠公路 被这个风沙 沁洗吞噬 所建的 沙漠公路旁边还能看到这个水管 这个应该就是灌溉用的水管 现在应该没水 每天浇水的时候通过这个来灌溉吧 应该是 里边全是水管 不过不要轻易进去了 小心踩到地雷 现在应该好了 这啥红烧牛肉 没看到啥牛肉啊 图片景物餐口 再来点茯苓炸菜 好吃 就是太晒了 晒得往脸头这边 撕涮了 撕涮了 这个地方太臭了 很多垃圾 而且很多人都在这个地方随地大小便 我应该不要把车停在这个地方 应该换个地方 太臭了 在这里 我还在这里吃饭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